酒精燈跟鐵架的位置 差不多火焰上來的時候剛好接觸到 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做第一個實驗 就是先加熱 100克的水 來準備喔 我們要記錄溫度曲線 好 沒關係啦 斷一點點已經好像沒有 不然你就後面換了 來那個 酒精溫度器一支給我 來酒精 不是啦水銀 你們得了嗎 那麼多 來 基本上等一下應該不會加熱超過100 那為什麼要用酒精啊 酒精適合測什麼溫 高溫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加油的時候我怕會超過100度 所以我們要用酒精 還不是要用水銀 沒有問題 好現在開始囉 哇這裡有打火機耶 哇這裡有打火機耶 來我們先趕快把這條曲線做出來齁 來準備紀錄溫度齁 來 那個紀錄組 然後觀察組齁 然後溫度計 同學我問你喔 溫度計可不可以插到底部 來聽這裡 聽這裡 溫度計可不可以插到底部 不行喔 你插到底部可能會測到這個部體的溫度 所以要有一點懸空 知道嗎 要有一點懸空 然後測一下溫度 所以有一個同學可能 要稍微拿一下 我們多久幾乎溫度來 開始 每一分鐘來 你有沒有碼錶的 沒有碼錶的 自己找一下時間 一分鐘 測一次溫度 等一下那個燒杯要固定大小喔 這樣會比較準 你們如果用那個燒杯 就固定用那個燒杯 好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測了 我幫你點火來 酒精 不用拿下來 我幫你點燒 這個感覺好像 這個火好小喔 老師這個溫度計怎樣 蛤 這個溫度計好多 溫度計怎樣 溫度計怎樣 60度 最高60度 最高60度 怎麼可能 有勁喔 沒有啦 這裡就200度 這是水銀溫度計 這是酒精溫度計 這個可以測到兩三百度 下面是銀色 就水銀 下面如果有染色 那個就是酒精溫度計 這一支 這一支 就酒精溫度計 來吧 好 這支基本上不用拿 沒關係 先讓我拿 準備喔 開始來 點火之後就開始 紀錄一分鐘 來 過來 來 再紀錄 你們太高了啦 你這個會不會太高了 調下一點嘛 你們 來來 稍微你拿下來 你拿下來 往下調一點點 再一點點 再一點點 油會燙 好 再紀錄 一分鐘 一分鐘 紀錄一致來 兩分鐘紀錄下來 對 準備阿 好啦 一分鐘 先不用一直拿著 再到一陣子 拿起來 不用啦 不用啦 一分鐘 時間快到一分鐘的時候 就告訴他 那個紀錄組的同學 就告訴他 然後把溫度寫下來 紀錄起來 有沒有問題 一分鐘快到的時候就記錄溫度 不是拿起來放在裡面看 不是拿起來 放在裡面看 好登記下來來登記組 登記下來 一分鐘到就把它登記下來 24好來寫下來 來繼續喔繼續喔 它要登記幾分鐘來我們看一下紀錄簿 要登記到幾分鐘 5分鐘 5分鐘齁 1分鐘寫下來2分鐘寫下來 來繼續 來做到5分鐘就可以結束囉 來做到5分鐘就可以結束囉 做到5分鐘 做到5分鐘 1分鐘 6分鐘 3分鐘 5分鐘 可以做到5分鐘 1分鐘 3分鐘 4分鐘 4分鐘 5分鐘